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提到新战前这个词 那您提到说新战前这个词去年在日本是流行语的年度关键字之一 也就是说大家对于新战前的这个词是有高度关注的 首先可不可以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日本的社会现在是不是普遍有一种 对于新战前时代的到来的这一种焦虑 那您先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什么是新战前时代好吗 那这个部分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说 就是台海的情势在这几年变得相当紧张 那其实本来日本社会他不那么关注台海情势 但是因为这几年因为情势非常紧张的关心 日本媒体的报道也变得越来越多 那日本的政府啊 或是学者也开始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这样子 所以对于这个日本的一般民众来说 他是在这几年期间突然间发现好像 台海情势跟日本是有关的 所以是有一个就是突然 对他们两次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新的事情 对新的事情 这可能对许多听众来说 台海的问题不是太新的新闻 非常几十年来 但对日本民众来说这是一个很新的事情 所以是一个新战前 一个新的意义在这个地方 那所谓的新战前的话就会有旧战前 对日本来说 他们指的战前 当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或是更远一点 他们侵略中国的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时代 那所以对这个新战前跟战前的比喻 他们其实是一个就是忧虑的从来说 担心日本又会回到所谓的战争时期 或战前时期 那只是这边可能要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说 他们对于这个战前的这个意义 之所以之前呢 其实他们担心的 可能不是像我们想象中 他们担心会遭到中国的攻击 基本上从日本社会到日本政府 目前他们还是不太认为说 至少在可见的将来 日本本土会遭到外来的军事武力的攻击 那这个理由很简单 就是因为对于北韩的前线 有韩国在挡着 然后对于中国的前线 有台湾在挡着 所以在这个现在的情势下 日本基本上是不会不认为 自己会遭到直接的攻击 特别是登陆作战 其实他们的意识里是没有这件事情的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日本的民众依照他的 还有政治人物 依照他不同的立场 他会对这个战前有不同的想法 对于日本比较偏保守的政治势力来说 他会觉得说在战前 他们日本国防是一个自主自立的国家 但是在战后 他们好像必须要而服从于 这个日本与美国的同盟 然后他们有和平宪法的束缚 他们不能有军队 只能有自卫队这样子 所以对于日本的保守派来说 在战后一直要解决一个问题 他们希望恢复军队 并不是因为日本受到了国防上的威胁 而主要是因为说 他们认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一个自立的国家 就应该要有军队 而且要有这个行事军力的可能性 他们希望挣脱这个束缚 然后回到这个原本战前的日本那样子 可以自由行事军事力的国家 他希望说 他这个国家是一个自立的 跟美国跟其他国家是平等的 这样的一个意识是比较强的这样子 但所以相对这件事情来说 对自由派的民众来说 他们就认为说战前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时代 是一个威权统治的时代 那所以所谓的战后 是一个就是民主改革的时代 所以战后日本民主化了 那如果说再回到战前的话 就代表说 日本将会重新依这个战争为借口 然后像战前他可能取缔工会 逮捕学者 然后镇压这个异议分子 这个威权时期的再次的复辟 这是他们非常担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总结来说 其实日本在讨论这个战前 很心战前的时候 可能听众乍听之下 会觉得是真的是要讨论战争本身 但是其实事实上 小小老师帮我分析的意思是说 其实日本他们不管是哪一派的时期 他们目前脑袋里是没有考虑 至少日本自己去参与战争这件事情 或者遭到攻击这件事情 他们考虑的其实是说 保守派他希望说 借有这个机会恢复军力 然后这个重振他们 日本国的自主自利跟平等 那但是进步派的认为说 他们必须要保护 这个战后民主化的成果 然后不能再回到 战前的威权体制 主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分别 台湾有事それは日本有事です 那我们知道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2021年的时候提出台湾有事 等同日本有事这样的论述和说法 那就您自己在日本的长期观察 最近几年对于台湾有事的 这种新闻的讨论 日本国内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就是日本的一般大众有对于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的这种意识 有认识到而认为是这样吗 其实日本跟台湾之间 它的这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特别是有事 它这个日文的汉字 直接用过来的这个词 它其实非常广 它指的是发生这个意外经济状态的时候 所以说它其实不一定相当于这个战争 像刚刚的新战前也是一样 日本有事跟台湾有事 这个说法其实它一直有很大的一个解读空间 那所以它的解读如果按照就是小熊英二教授 他的看法 他认为说第一个刚刚已经提到 说对日本的民众来说 这是一个很突兀的 很突然出现的一个说法 所以对台湾人听众来说 会对很多我们这个节目听到 就可能不突然 但日本他已经和平了太久 所以突然间说日本可能有事 所以这也是很突然的 也很震撼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第一个点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 那第二个点就是说如果按照就是安倍晋三前首相 他所主张的政治路线来说 他认为说因为台湾有事的关系 那所以日本也要做相应的准备 那这个准备大家可能不应该直接跳到说 所以就是日本就要出兵帮助台湾到这个程度 比方说这个不是小熊教授的提 刚好前几天日本的电视台 他们在讨论自民党的这个当主席选举 那因为自民党当主席就会成为下一任的首相 他们提了一个问题说如果台湾遭到中国的封锁的话 日本是不是应该出动自卫队来撤离日本的侨民 因为有许多日本人在台湾居住 那在这个情况下 在日本的这个法治里面 他们有把这个情势分区分为几个方式 一个就是重要的情况 一个是这个涉及日本存亡的情况 到底什么样的状况会是相当于日本法上面的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态势 这个是日本目前在讨论 但你看他们现在讨论到最紧急的想象的状况 也是说如果中国封锁还不是攻击 封锁了台湾 那要怎么样撤侨这样的问题 他们并没有要想到要自己去做这个战斗 所以说基本上在保守派的解读里面 他们当然要准备 那当然他们准备除了讨论这个 即使讨论到撤侨的部分 那在另外一部分 他们其实更主张的是说 他们常年主张要提高国防预算 要加强这个自卫队的战力 这个事情其实是跟内政上面 他们希望以透过军事的自力 达成日本的自力这个路线是比较相似的 那所以相对的在批判 这个对于安倍首帮采取比较批判的一个立场 的这个进步派 按照小熊教授的说法 他们其实也并没有很认真的具体的讨论说 那这个到底国防政治上应该如何 或什么该不该介入台湾这件事情 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这个自民党政府的借口 对就是其实台湾根本 就算有事情也关日本的事情 对那他们其实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除了他们对于这个台湾的情绪 并不是非常了解之外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保守政权执政 那保守政权在日本没有遭到明确武力威胁的情况下 不断的希望透过增强军备 还有就是推动一些加强政府权力的改革 然后来贯彻他们的保守路线 所以对自由派来说 他们认为说这个国防都是一个只是一个借口 都是一个不是真的真的理由 重点是说这个国内的这个威权 统治企会加强国家权力要加强 那这个是必须站在进入派的立场 是必须站在自由派立场必须要去反对的 所以在日本国内大部分还是以一个 日本国内的两党两个政党的 两个主要的政治立场的对立在谈这个问题 其实比较少去讨论到说 那这个在军事上要怎么样应应台海情势这件事情 那您这一次专访的这一位日本历史社会学者 小熊英二 他在日本的代表性是什么 小熊英二老师 他现在是清衣大学的教授 然后他一开始最早的知名的著作是 谈这个日本人的界限 也就是谈冲绳北海道原住民爱努族 以及台湾还有朝鲜等等 就是说那这些在边界上 日本帝国边界上的人们 他们的认同 以及他们的运动的历程 那后来小熊英二教授出版了 许多本相关除了历史之外 关于社会运动的这个专书 包括谈这个日本的学生运动的这个1968 就是这个书女就叫1968 这两本巨作这样子 所以小熊英二教授基本上 首先他对于东亚情势 还有历史 以及社会运动 基本上都是相当熟悉的 这也是我们这次 选了在这个题目 专访他的原因 他基本上在媒体上 做评论也相当的活跃 然后在日本的学者当中 他虽然是相对关注 包括中国 香港跟台湾 也有一定的参与 在关于公民社会的部分 那您刚谈到日本国内对台湾有事 这样子的论述 有不同的讨论 那小熊英二教授 他对于这样子的讨论 他有什么样的 他个人的观察跟分析呢 就以小熊英二老师的看法来说 他首先他也认为 至少在这一次 就是可见的这个台海的危机里边 而日本遭到直接攻击的 这个可能性是不高的 他个人是这样认为 所以他担心的主要是两个点 第一个点他是担心说 可能有一些政治人物 他利用这样的一个情势 他去比方说让日本的国家权力扩大 然后侵害到日本人权 还是比较内政面的一个担心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日本进步派的看法 对那另外一个他担心的是说 当日本的政治人物觉得 其实他们并不会遭到攻击的时候 他可能除了否定的可能性 他可能会觉得说 那他不管他在另外一方 他不断的用这个当做理由 去做发言 或者去赢得他的政治利益 也是可以 就是他会没有任何的顾忌 这样子 然后这样会不会反而导致一个 升高紧张和擦枪走火的部分 这是小熊因为老师认为 他对这个情势比较担心的地方 但是他这并不是说 他完全赞同 刚刚说的这个进步派的立场 因为他也批评日本的进步派 认为说日本的进步派 或者说自由派 他们好像对于这个国际情势 是没有太大的关心跟掌握的 还是关心日本国内的这个民主 那日本国内民主当然很重要 对但是不代表说 就是他们可以完全 魅于国际的情势 然后认为说 这个台湾海情势只是一个 日本保守派的一个借口 他其实是假的 对他也很担心说 这种毫无在这个脱离现实下的 这种讨论 其实对整个日本未来的政治的走向 其实说是很不利的 我看你的文章里面 有提到小熊婴儿说 日本其实并不理解韩国跟台湾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首先我们可能以为 彼此很互相理解 因为贸易或是观光或是文化 留学等等交流上 其实是很旺盛的 对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 所谓的彼此并不理解是说 这个其实我们都是看到 其中的一个小的部分 特别是说 在美国战后主导的东亚秩序之下 它并没有像北约一样 组成了一个区域的联盟 它是个别跟韩国日本台湾 有一些包括菲律宾有一些个别的 这个防卫上的协定 或者合作的关系 那在这个情况下 在这个同盟里面的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东亚的同盟 它是一个日本跟美国的同盟 韩国跟美国的同盟 然后可能台湾跟美国的同盟关系 这个情况下 同盟内其实彼此之间并不需要 也不会去互相理解 这是一个就是军事同盟下的关系 然后再来进一步谈就是说 在战后其实台湾跟韩国都经历了 很长一段的这个威权统治时期 而且是反共的独裁的政权 那在这个情况下 日本它本身也是长期的保守政权执政 所以关于说邻国之间 如果要相处跟互相理解 常常必须要处理到这个 以前曾经有过的历史 那在讲说台湾跟日本 台湾跟韩国之间 就是个战争跟殖民的历史议题 应该怎么办 那这个议题其实在日韩之间 它在韩国民主化之后 有一些处理 那当然也成为日韩外交关系上 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那但是在台湾跟日本的关系上面 始终没有办法正式的 在官方上拿到台面上来谈 因为没有外交关系 所以这些过去的问题 互相理解的议题 就这样被搁置到今天 导致说 其实这三国之间的人民 可能了解彼此 有哪边好玩 哪边好吃 但是那对于说台湾的政治 对于历史 等等其实是有很多不理解 甚至是误解的 对 那既然不理解 他有没有什么建议 台湾应该要怎么做 然后可以增进日台之间 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呢 小熊老师的建议大概是说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不要急着 用自己关注的议题 去套在别人的头上 这件事情 他就说这个可能 台湾人听到日本这样讨论 好像是讨论内政的事情 然后甚至有些人不觉得 台海会有问题 可能会很急 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不来帮助台湾 你们为什么不为台湾想一想 但是小熊老师举了另外的例子 说那如果今天有一个 日本的政治用 跑到台湾来说 为什么你们台湾人 不支持我们这个和平宪法 为什么去要求 会希望我们日本来帮你 因为不了解 我们日本宪法的重要性 就是彼此之间 如果只一开始先见面 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就拿着自己最在意的事情 先套到对方头上 去质问对方 你为什么不关心我 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为什么你想的事情 跟我不一样 那这个事情是没办法谈的 所以第一点 我们必须要先放下自己的议题 然后去了解说对方 是怎么 在意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背后的这个历史的观念是什么 这个其实不是只有对 谈到这个大的日本 其实对于这个冲绳 现在很关注的这个冲绳的议题 也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像冲绳人 他的这个历史背景 其实跟这个日本本土又不一样的 他第一个 他本来以前是琉球王国 然后后来遭到这个日本的并吞 所以说他首先 他跟其他日本本土 他有不一样的历史背景 然后再来他的这个战争的经验来说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遭到美军的登陆作战 然后所谓的冲绳战 有几乎四分之一的这个冲绳的人 都死于那个登陆作战争上面 那所以这是一个很惨痛的事情 说一个岛上 四分之一的人都止于战争 那你很容易有亲朋好友和长辈 其实就死在那场战争里面 这个是一个非常切身的一个经验 这个是日本本土比较 没有到那么惨烈的情况 那最后就是在这个战后的情况 因为战后我们知道说 虽然说日本有短暂上市 他的主权 被这个所谓的GHQ统治 但是1952年之后 他就恢复了一个主权国家的状态 那但是在冲绳 他一直到就是七年代为止 他还是被美军的军政所统治 因为美军是把他做一个军事基地 在使用这样子 那他遭到的那个压迫 跟这个日本本土是完全不能比的 所以对于冲绳的人来说 他首先是被日本并吞 是把这个独立的王国 然后再来他在二战之后 付出了非常大的生命的代价 然后在战后 他又遭到这个美国的军政统治 那好不容易摆脱了军政统治 现在美军基地又一直在冲绳 然后可能有一些 美军犯罪之后 他没有办法去追究 这些地方很不满等等的问题 所以冲绳人他比起日本本土 他更不相信 他一方面他不相信美国 他也不相信这个日本中央政府 他对这个日本中央政府 跟美国有很大的不满 这个历史背景 这是我们必须要先去了解的 因为现在有一些坊间的说法会说 这个冲绳人他反对美军基地 所以他是不是 因为他们喜欢中国 或者说是拿了中国共产党的钱 我认为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公允的 没有看到对方的历史经验的 所以说我们小熊教授谈的这些 他就是希望他作为一个历史学者 也作为一个社会学者 他希望我们要在对话之前 我们要先放下自己的层见 不要把我们的议题放到 踏到别人头上 然后去了解彼此的历史背景 为什么他现在会这样看 为什么从事的人不相信美军 也不相信日本政府 那为什么日本国内的民众 好像觉得不会有战争 因为他们一直被台湾跟韩国 就是挡在前面保护好的 所以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你才能去跟他们谈说 那其实希望你们也来了解台湾 当然我们都广一点 像韩国人也要了解 你们要了解韩国的背景 从这个互相了解这边切入 当然我们最终目的 还是希望如果还要谈到这个和平 让东亚不要发生战争这个议题 但在那之前 我们可能可以先从谈一些 彼此比方说追求民主的议题 如果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社会 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像冲创人他们自己也有 他们在美国军政统治之下 希望保护自己的人权 跟自由的一些历史这样子 如果是当代的议题的话 其实我们有些观光或是贸易 或是中国他用他的这个经济实力 去压迫周边 各国等等的 如何受到中国的影响 然后如何应对中国的 这个经贸上面的影响 这些议题其实都是一些 促进共同理解的事情 那把先从共同的议题 开始下去谈 慢慢理解彼此的处境 然后我们才能够开始 去触碰到一些比较困难的 关于这个战争 跟区域形势的问题 这大概是小熊老师建议的 一个谈话的顺序 当然他不见得能够很顺利 中间可能还会碰到一些 很多旗舰 但是发现彼此的这个旗舰大概也是 谈话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说到这边可能有些听众觉得说 我们何必花那么大功夫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就跟日本政府谈好就好了 那小熊英雄在这边他也最后还说他希望提醒 日本是一个民主社会 所以他的日本政府的施政 必须要依照民意去走 那如果说我们完全不管 冲成当地的民意 或者整个日本社会的民意 然后只顾着跟政府建立关系的话 万一发生什么样的 这个是他站在台湾的角度来说 万一发生冲突 然后日本政府想要某种方式支援台湾 或者间接或直接方式支援台湾 但是如果日本民间没有共识 然后他们起来反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日本政府其实是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的 因为他们有办法完全不顾 不管是冲成当地 或者整个日本社会的民意 所以小熊老师就说 如果台湾人真的想要保护台湾 虽然他这样说是很抱歉 但是我们必须自己先对日本社会伸出手 先去了解日本的社会 然后主动积极的开启社会沟通 那个才不会到时候 到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日本社会他起来反对 一些对台湾有利的事情 那相对来说他也认为说 刚刚提到日本社会的问题 是他和平太久了 他对整个国际形势 对于战争是怎么一回事 他已经失去那个现实的感觉 他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所以说小熊老师认为 透过这样对跟台湾的这样的对话 其实日本也能够比较务实的去讨论 未来可能发生的这些危机 这个对日本社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整体来说应该是一个双赢的关系 对对 就是说台湾人不应该把台日友好 当成这么理所当然的事情 觉得台日友好 然后台湾有事 就等同日本有事 所以台湾如果一旦遭受攻击的话 那日本就一定会怎么样 就是说台湾人可能要有更进一步的 清楚的认识 对这个部分我想其实相关的台日双方的专家 然后是智库等等的都有许多 都有许多行动在进行 包括一些关于就是兵器推演等等事情 有一部分的这个专家们 不断的在进行努力的相关的努力 不过现在我们希望说这个对话 其实是应该更推到整个社会上来的 对那这个其实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 是说台日之间有一个友好的气氛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像主持人您刚刚所说 就觉得那很友好 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们还是要看到说还是有些问题 等着我们去解决去对话 那您刚也有提到就是小熊婴儿 他也是非常关注中国议题的 他同时也很关注最近几年 这个香港的民主运动 还有香港现在的实施国安法之后的这些情况 那他也深刻了解到中国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的 那种极权威权化的状态 那这个如何影响到日本的左派 或者社会舆论对于中国的观感 甚至对于中国政府 日本对于中国政府感到威胁吗 这个部分小熊老师 他也是从比较历史的部分去谈说 首先日本对日本来说 就是中国的军事力 在客观上对日本造成一定的威胁 是非常非常晚近的事情 甚至到今天这个时间点 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威胁到日本 可能在专家之间还有一些分歧 所以我们可能首先要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 在战后几十年期间 中国的军事力在客观上 他是没有办法直接攻击到日本的 这是第一个前提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回到小熊老师他特别强调历史的部分 因为日本他曾经侵略了 就是整个亚洲 包括中国在内 所以有很多日本人 他其实亲身成为日本军人 参加过这些战争 他其实是对这个中国 许多人他抱有一个很愧疚的罪恶感 所以虽然说可能在这个 建国城市的议题 或者一些政治家的发言上 会觉得好像日本人对这战争毫无回忆 可能有些听众有这样的印象 但小熊老师的说法是说 其实你如果看 特别是日本战后的一些 甚至是这个保守执政党 自民党那边的政治人物 他们其实许多人都 其实是对中国抱持着一个罪恶感 在促进这个中日友好 跟这个对中国的外交的 所以一方面 中国他在客观上 他的军事力是不会威胁到日本的 然后再来是许多 不管是这个保守派 或是自由派的政治人物 或是日本人 他都对日本 作为日本人 对于中国抱持一个罪恶感 因为他希望还有一个赎罪的做法 可以说的赎罪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是希望可以 如果我们跟中国 现在可以做好朋友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当初的这个罪恶感 也可以比较轻一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思维 那他主要的变化 其实来自于 小小老师提到 第一个当然就是指的是 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 六四天安门事件 让这个日本 民众和日本的这个知识界 本来对于中国很期待 但是当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些曾经有过的这个维权律师 然后调查报导 媒体等等很多 都被打压下去了 所以这个新的一个期待 一个失望的最终的 最后的这个决定 就是小小老师提到 就是香港 就是看到香港的情况 已经没有办法再对中国 政府会允许公民社会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 抱持了什么样的期望了 所以相对来说 现在日本的 不管是哪一个派别的学者 或者说政治人物 他们大概都不是那么容易去 即便他心里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但是他很难去说服社会大众说 我们要对中国 保持着一个 讨会民主自由的期望 然后去要求台湾 要接受这个中国的统治 这件事情其实是 在日本社会 现在比较没有正当性的 但所以说日本社会 对于这个中国的好感度 其实也是蛮低的 还有几个转换点 就是天安门 跟香港的这个地方 但小熊老师也要再提醒大家 说对中国的民主自由不抱期待 然后对中国不抱持好感 但不代表说 他就觉得他们受到中国的威胁 因为刚刚讲的 就是从本来基于 这个感的中日友好的氛围 然后被中国自己的一些做法 破坏了之后 到现在对中国变得比较反感 但是中国的军事威胁 又是另外一回事 基本上小熊老师要强调说 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 他的反感 喜欢或者不喜欢 就算你不喜欢他 你不一定会觉得他威胁到你 因为这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日本大概就处于 日本社会处于一个 他们普遍不喜欢现在的中国 也不抱持 对不太任何抱持的什么期待 但他们也还不认为说 中国在军事上有办法威胁到日本 大概是这样的状态 就是说军事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那个跟反感跟好感度降低 那个是两回事 中间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对中间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所以你可能会在 特别是网路上看到一些日本的网民 他们也很批评中国的一些事情 但是那这代表说 他们就会支持 他们就会去当兵 然后去拿起枪要来保护台湾 这个可能是一个还蛮遥远的事情 OK OK 好好 今天许教授仍在日本 为我们带来在日本当地的观察 从日本的观点来看 最近几年的地缘政治的变化 也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 日本人的想法 今天谢谢许教授 谢谢您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好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收听这一期的报道者时间 那我们下一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